嗨,大家好,我是唐祈阳,又到了周报时间 我们来看一下5月2号到5月8号这一周的星象如何呢 哇,已经到了5月了 这一年已经过了5个月了,你们敢相信吗? 我敢 而且这一周我们可以看到 金木、水、火、土、五颗星都进金牛形成组合 整体星象呈现一种金光闪闪的氛围 同时又有一种唯我独尊,极度吸金的气血 所以这周每个人都非常有机会认识到超高CP值的人事物哦 就像是德国小金牛Brown Beautiful男女皮甲一样 它的外形非常的有质感,而且还非常的耐用哦 因为它都是用真材实料的顶级头层牛皮 我们可以看到上面的小金牛的一个logo 散发出尊贵又沉稳的气息 非常适合我这种走质感路线的人 好的,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对个别星座的影响又是如何呢 以工作商来说 双子天平水平双鱼是有感应的 本周无论是你工作的进度如何 都来自于你平日的付出 更应该要在本周对尽心尽力付出的自己 随身辛苦的 让自己有好心情最好的办法就是Shopping 所以也不妨趁着小金牛品牌日 前往小金牛的各大专柜逛逛 好好犒赏一下自己 以金钱上来说 金牛巨蟹射手处女是有感应的 这周因为星向移动速度较快的关系 大家急着想要改头换面 想换皮侠的心情也会特别的强烈 幸好小金牛在帮你顾面子的同时 也用新的荷包帮你守住荷包 以健康上来说 摩羯狮子天蝎母羊是有感应的 因为也即将迎来五月第二个礼拜日的母亲节 如果不希望为了母亲节礼物伤透脑筋 或者是被母亲大人威胁到你的身心健康 这个是有点夸张了 我想妈妈们应该不会这样 但是如果要让妈妈们有愉快的心情的话 来小金牛选购礼物 绝对是最好的选择哦 哈喽大家好我是何浩晨 哈喽大家好我是李博弈 哈喽大家好我是薄姚 哈喽大家好我是一婕 一整觉 看做什么形容啊 夸了 啊